记者周敏洪桃园报道,桃园市王姓男子因卢姓友人受伤,就骑对方的机车载他,后来却未经对方同意占用机车。 今天凌晨三点多王楠与领二名友人三贴骑车,其中一人没戴安全帽,被警方拦下时,他们还一服无所谓的样子, 气料车主早已报案机车批窃,三人才因涉嫌窃到最嫌大惊失色。 今天凌晨三点多,桃园警分局仆子派出所警员中森薇,陈俊宇巡逻时,发现18岁的叶姓,王姓与黄姓男子三人共乘一辆机车, 其中后座的黄男还没戴安全帽,远警就追上前蓝亭机车盘查三人,三人一服无所谓的样子, 告知警方机车是王楠向友人借的,他们只是要回家,但警方查询机车车号,发现车主已经报案机车失窃,三人才开始紧张。 警方调查,原来机车车主是王楠的卢姓友人,之前卢因手臂受伤无法骑车,王楠就骑住卢的机车载卢, 但卢未同意的情况下,王楠说将借用就擅自占用机车,卢联络不上王楠只好报案, 训后以一切倒罪嫌将王楠,叶楠与黄楠送办。